一名男子慌慌張張跑來 連安全帽都沒戴 直接跳上機車大叫一聲 接著油門一催把車騎走 店員被嚇到趕快跑出來看 大喊 欸先生那是我的機車 他就從那邊跑過來 然後摸車接我騎一下就騎走了 然後我想說他跟一個 會不會是他們的朋友 大白天的覺得怎麼會有人這樣子 當時機車就停在店門口 店員鑰匙沒有拔 就到店裡送貨 踩不到三分鐘時間 嫌犯就把機車騎走 往北投方向逃逸 地點就在台北市士林 芝山捷運站附近 警方獲報沿路調閱監視器 看見嫌犯一路狂飆 在馬路上穿梭 騎了快五公里 最後在北投一間派出所停下來 他沒有帶安全帽 我想說他不會走大陸 我只是他說車子在起岩發現 嫌犯把機車停好 自己走進派出所 說有人在追他 但北投警方早就接貨攔截尾捕 一查發現 你就是偷車賊 嫌犯眼看快掰不下去 才坦承剛剛偷了車 警方調查 五三歲的徐姓竊賊 是北投區的治安人口 有毒品和竊道前科 犯下至少二十起竊案 也曾拿望用鑰匙隨機偷車 原本一月要入監服刑 但他遲遲沒去報到 擔心被通緝 也不敢住在家裡 這位起貪戀偷車 還自己到派出所 不想讓遠景注意都很難 TVB的新聞 莊全黃靖芬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